今天的发烧话题带您来看到 浮卫7号升空倒数两天了 计划主持人朱重慧率领太空中心赴美工程师 就在美国召开了记者会 畅谈卫星升空前的心情 就如同跑接力赛一般 朱重慧更以卫星发射 就向自己的六个小孩简断期待 他身为母亲也希望孩子可以为国来争光 而自称卫星保姆大管家的整策组长陈维军 他则是感动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他希望浮卫7号可以再次让台湾小傲 发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 一句话道进浮卫7号任重道远 计划主持人朱重慧在火箭发射前夕 与其他八位太空中心工程师 畅谈卫星升空前心情 肩负卫星电力系统重责大任的叶佳靖 就直接用接力赛跑来形容 大队接力一棒接一棒 那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棒我都要来跑 有点累了 跑着跑着觉得我这一棒已经放心了 曾因太空卫星任务结缘的朱重慧与丈夫 默契十足都等着放下重负卫星升空那一刻 回忆起浮卫7号一路走来 六颗卫星的保姆工程师们 粉高济鬼日夜轮班照顾好 由台美共同产育出的六胞胎 能顺利上太空完成气象观测任务 从卫星发射好像一个六个小baby从期待里面出来一样 那一个做母亲就会希望说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以后要争气要为国争光 现在终于来到这一刻了 自诩为卫星保姆大管家负责整合测试的陈维军 一路守护服卫7号岳阳 历经运送 填装燃料等重重关卡 如今六颗卫星已经安装到火箭上 陈维军感动之情 溢于言表 通常有两种情况你可以回报 一个就是go 一个就是no go 然后每个都会回答go go go 连续加一讲一连串go 其实那个还蛮感动的 STP2 go 但是那一刻真的是你能感动 就是说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 我希望服卫7号能让台湾再次感到骄傲 让台湾太空实力再次扬名国际 就等服卫7号升空前一天运送到发射台 并在当天清晨五点半垂直立起后蓄势待发 记者目前所带您看到的就是服卫7号即将搭乘的 列音重型火箭要发射升空的L39A发射台 目前太空中心的进度是已经完成了 发射倒数模拟预演MDR确认流程 并且透过火箭界面来帮卫星充电 就在两天之后 服卫7号即将在这里 承载着台美双边的期待航向天际 台湾采访团队也在现场为您掌握第一手的即时资讯 以上是记者何廷欢王宗翰黄君豪在卡纳维尔角的采访报道